当年犹太人究竟做错了什么 会让德军将他们种在地里 只露出一个脑袋 然后拿起木棍 德国军官发泄完心中的恨意之后 又从胸口掏出一张照片 告诉埋在地里的犹太人 说完军官又想到一个更残忍的方法 他翻身骑上白马 在这群犹太人的头上疯狂踩他 一时间惨叫声响彻整片树林 这是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真实的鹦鹉 作为二战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 这里平均每一分钟就要死三个犹太人 每天都有火车从欧洲各地 在这满满一车的犹太人抵达集中营 随后德军将他们一个个赶进毒气室 胆逃跑和反抗的就直接原地击毙 最后将尸体用焚尸炉人道毁灭 然后将骨灰当作肥料重彩 上百万犹太人因此丧命 马里奥和雷迪士集中营的搬运工 负责将犹太人的尸体搬进焚尸炉 他们偷偷记录下了犹太人的死亡人数 还收集了大量的证据 为了将德军的暴行招到天下 两人决定越狱逃出集中营 这天他们终于找到机会 在另一名犹太人的帮助下 躲进了提前挖好的地洞中 同伴用木板将地洞盖住 然后在四周倒上汽油掩盖气味 两人打算等德军放松警惕 再趁机爬出来逃出集中营 一直到晚上 德军长官在点名的时候 才发现少了两个犹太人 负责清点人数的监工 焦急地数了一遍又一遍 但人数始终对不上 这时德军长官已经不耐烦 他命令手下脱掉监工的衣服 然后绑在凳子上 用木棍疯狂殴打 接着德军拉响警报 发射照明弹 在集中营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捕 但始终没发现两人的踪迹 德军长官只能警告所有犹太人 不交代出两人的下落就不准回营房 而此时正至寒冬 这群犹太人冒着刺骨的寒风 在营房门口从晚上站到清晨 又从清晨站到深夜 德军长官彻底失去了耐心 于是随机挑选了一个犹太人 拉到一旁直接处决 犹太人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于是转身扑向军官拼命 但还是被军官胎枪击毙 可即使是这样依旧没有人松口 一直到清晨罚站才结束 犹太人还没来得及休息 就又被安排去修建毒气室 另一边德军出动军犬 找到了雷迪和马里奥藏身的附近 两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好在汽油的味道 成功骗过了军犬的鼻子 两人一直躲到深夜 德军这时已经停止了搜 两人连忙推开厚重的木板 从地洞里面爬了出来 为了不被站岗的德军发现 两人在泥地里一路匍匐前进 从铁丝网底下爬了出去 成功逃出了集中营 三天两夜的煎熬终于换来自由 雷迪失声痛哭 一墙之隔就是死亡和心声 停复好情绪之后 两人转身逃进了森林 接下来他们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虽然成功逃出了集中营 但两人还在德军的占领区 为了避开德军的封锁 只能绕路逃进大山 一路上两人困了就睡草地 饿了就吃野果 就这样长途跋涉了三天 却在森林里面迷了路 因为没有鞋子 雷迪的脚已经开始溃烂 两人只能躲在石头后面 等待死亡的降临 就在这时突然有脚步声响起 马里奥警惕地拿起石头准备拼命 却发现是当地的村民路过 女人一眼就认出 两人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人 好心的女人给了两人一块面包 曾经卖给德国人50万一个的面包 两人吃的狼吞捕艳津津有味 随后女人还给了两人鞋子和衣服 将两人带到了边境 带着在集中营记录的死亡名单 和德军使用毒气的证据 找到了盟军红石字会的负责人 将德军的暴行一五一事说了出来 红石字会的负责人听完十分震惊 但还是半信半疑 一直到1945年1月27日 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新集中营 在这里发现了1.4万条人发毛毯 还有7.7吨头发 活下来的犹太人只有7650人 真相才得意昭告天下 而这样的大大小小的集中营 德军一共建了1200多个 屠杀了近600万犹太人 差一点就将犹太人全部灭绝